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娱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Barbenheimer这个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 并看看电影业能从中学到什么 你知道吗,这个由Barbie和Openheimer 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电影 在同一天上映所引发的热潮 竟然在全球创下了近25亿美元的票房记录 你是否也曾被这股热潮所吸引 并参与了这场电影盛宴呢 随着Barbenheimer一周年的到来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次现象对电影业的深远影响 以及未来是否还会有类似的奇迹发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点点娱乐 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将带您回顾 并深入分析一年前掀起全球观影狂潮的文化现象 Barbenheimer及其对电影业的深远影响 这一文章来自加拿大知名的《多伦多星报》 正值Barbenheimer一周年之际 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一现象到底给电影业带来了什么启示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Barbenheimer的诞生 2023年7月21日 两部截然不同的电影Barbie和Openheimer被安排在同一天上映 Bretta Gerwig指导的Barbie是一部色彩缤纷的幻想片 而Christopher Nolan的Openheimer则是一部严肃的历史传记片 讲述了原子弹之父的故事 原本这两部电影似乎是面向完全不同的观众群体 但社交媒体的强大力量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观众们纷纷在同一天观看这两部电影 并创造了新的文化现象Barbenheimer 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只是一次巧合 但深入分析后 我们发现这背后有着众多不可忽视的因素 首先这两部电影分别由受人喜爱的导演和明星阵容打造 而且营销活动也非常广泛 同时好莱坞当时正面临编剧和演员的罢工 这使得一些大型电影的首映推迟到次年 使得Barbie和Openheimer成为那个夏季的焦点 更重要的是 观众特别是Z世代拒绝被过度操控 他们更偏爱有机 病毒式的现象 而非经过严格策划的宣传活动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Barbenheimer能以如此自然的方式走红 正如Box Office Pro的编辑总监Daniel Laurier所说 这是一种很难复制或计划的现象 尽管如此 Barbenheimer的成功却给了电影业不少启示 去年夏天 观众对这两部电影的热情 让票房记录屡次打破 Barbie和Openheimer在北美的总票房 接近10亿美元 全球票房则接近25亿美元 这对电影业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 他向电影制片厂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 影院体验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经历了COVID-19大流行之后 大流行期间 观众纷纷转向流媒体平台 Netflix曾在疫情初期报告了1600万新订阅者 许多制片厂也开始将电影直接发布到流媒体平台 像迪士尼的灵魂 路卡和变红等 但随着疫情限制的放松 观众并没有立即回到影院 这让人们担心影院体验是否会逐渐消失 然而Barbenheimer的成功表明 观众仍然渴望大荧幕上的集体观影体验 Cineplex的电影高层 Robert Cousins指出 Barbie强化了社区和集体观看的乐趣 而Openheimer展示了影院特殊格式的力量 比如IMAX70毫米放映 全球仅有30家影院具备这种放映能力 其中5家在加拿大 这些影院吸引了来自美国的观众越境观看 进一步证明了影院体验的独特价值 此外 Barbenheimer的现象 也对电影内容选择和制作产生了影响 根据Box Office Theory的Sean Robbins的观点 Barbenheimer表明原创新影 且发人深省的电影仍然有市场 这不仅让电影制片厂重新思考他们的制作方向 也证明了不同类型的电影 可以在影院市场上共存 总的来说 Barbenheimer为电影业提供了一个深思的机会 即后疫情时代的影院体验 可以和应该是什么样子 尽管这类文化现象无法被简单复制 但它确实为如何吸引观众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为了纪念这一现象 Cineplex决定在Barbenheimer一周年之际 重新上映这两部电影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 正如Cuzins所说 在电影业中 我们往往会忽视那些 从文化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时刻 但这些时刻确实值得被铭记和再次体验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希望观众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 Barbenheimer这一现象 并从中看到电影业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Barbenheimer的诞生 是2023年文化界的一大奇观 其产生的影响和启示 对电影业有重要意义 这一现象的核心 在于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 Barbie和Openheimer同天上映 并通过社交媒体的推动 成为一种文化事件 Barbie由Greta Gerwig指导 是一部充满糖果色的幻想片 主要吸引年轻女性观众 而Christopher Nolan的 Openheimer是一部关于 原子弹之父的严肃传记片 针对年龄较大的男性观众 这两部电影的同日上映 在影迷中引发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认为 这是一种互博而非竞争的关系 这种观念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蔓延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现象 这一现象的成功 不仅在于这两部电影本身的品质 和吸引力 还在于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 例如 这两部电影 都由备受喜爱的导演制作 并拥有大牌明星阵容 此外 他们在好莱坞处理编剧和演员 罢工期间上映 这些罢工推迟了多部大型首映 加剧了观众对芯片的渴望 社交媒体用户的创意 也不可忽视 他们创建了大量的谜音 新海报和预告片并争论观看顺序 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两部电影的知名度 和受关注度 从数据上看 这两部电影 在北美的总票房接近10亿美元 全球票房接近25亿美元 这个数字展示了观众 对这种有机文化现象的热情 也给电影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当前的观众 尤其是Z世代 更喜欢有机的病毒式的现象 而非被过度策划的营销活动 巴尔本海默的成功 也让电影业界认识到 影院体验的独特价值 COVID-19大流行期间 影院业务遭受重创 许多人选择在家观看电影 流媒体平台的订阅量猛增 然而 巴尔本海默的现象 显示出 人们仍然渴望在影院中 享受机体观看的乐趣 和高品质的影像体验 在这两部电影中 巴尔比强调了社区 和机体观看的乐趣 而奥本海默 则展示了 IMAX等高级放映格式的重要性 这一现象 同时也促使电影业界 重新思考后 疫情时代的影院体验 原创和富有深度的电影 依然能够吸引大量观众 回到影院 这对于试图振兴影院行业的 业界人士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巴尔本海默表明 影院市场 可以支持多样化的电影共存 这对于未来电影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 巴尔本海默的成功 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 它提供了许多 对电影业有益的洞见 它展示了 有机文化现象的力量 强调了影院体验的独特价值 并提示电影业界 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如何在后疫情时代 吸引观众回到影院 这些都是电影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参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Barbenheimer现象证明了观众 对于创新和多样性的渴望 远超工作室的预期 这不仅仅是一个病毒式营销的成功案例 还展示了不同题材的电影 可以在同一天上映 吸引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的观众 同时 它也强调了影院经验的不可替代性 观众们涌向影院观看这两部电影 这说明了大荧幕的魅力依然存在 甚至在后疫情时代 更显得弥足珍贵 同意Barbenheimer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但我们也得承认 这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偶然事件 华纳兄弟和环球影业 无法预见这种互补效应 而Z世代观众 更喜欢有机的病毒式现象 试图复制这种成功 就像试图复制巧合一样荒唐 电影业应该专注于 创造有趣故事 而不是试图再现这种偶然的双重爆炸 这种营销策略 只会让观众对被操纵的感觉更加敏感 最后适得其反 但Barbenheimer的成功为 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多样性和创新可以同时存在于影院 这两部电影的并行上映 打破了传统的电影市场划分 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观众群体 这显示了观众对于多样化电影内容的需求 而不仅仅是固定类型的电影 由此引发的社交媒体热潮也说明 观众乐于参与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观影文化 这不仅为电影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还重新激发了人们走进影院的热情 啊,还是那句话 这种现象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工作室如果一味追求类似的病毒是营销 反而容易弄巧成桌 就像电影《大鳄鱼》一样 最初的成功让人们期望更多鳄鱼大战 结果却随之而来的是无数失败的续集 这种营销模式的重复性只会削弱电影的原创性 让观众感到疲倦 与其试图在线Barbenheimer这种奇迹 工作室应该更多地投资于内容创新和优质的剧本 确实,Barbenheimer的成功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学到一些有益的经验 首先,这证明了观众对于新鲜、有趣的体验有强烈的需求 其次,它展示了社交媒体在现代电影营销中的 强大影响力 这种合成词现象让观众感觉他们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参与感增强了观影体验的吸引力 所以,不是要一味复制 而是要懂得如何利用多样性和社交互动来吸引观众 你说的好像工作室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观众似的 事实上,观众的品位和需求是变化莫测的 Barbenheimer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它的意外性和新鲜感 一旦成为常规操作,这种魔力就会消失 观众并不傻,他们能很快试破这种营销伎俩 与其费尽心思制造这种现象 不如专注于制作高质量、有深度的电影 这样才能真正长久地吸引观众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经典 而不失创新的作品 而不是一时的文化热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Barbenheimer周年纪念日到了 这场轰动的文化现象仍然在电影业和观众中引起了深远的影响 Barbenheimer这个词汇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 由于他将Barbenheimer和Oppenheimer这两部看似不相容的电影联系在一起 吸引了许多观众在同一天观看这两部电影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影体验 不仅仅是观众 连电影明星情侣如Barangelina和Bennefer等 也成为了这种合成词的受益者 然而,这次现象是否会在将来被复制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Barbenheimer的成功归因于多种因素 两部电影由备受喜爱的导演制作 并拥有大牌明星阵容 还有广泛的营销活动和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 这一切都促成了这次现象的诞生 尤其是当时好莱坞处理编剧和演员罢工 推迟了其他一些大型首映 这也让Barbenheimer在那个时间点上显得独特而引人注目 两部电影在全球票房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但这种成功并不能简单地复制 尤其是对于Z世代观众来说 这些观众更喜欢有机的 自然产生的现象 而不是被精心策划的营销策略 这种现象的出现让电影业高管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Barbenheimer的成功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影院上映的策略 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之后 随着疫情的封锁和限制逐渐解除 观众是否会回到影院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 Barbenheimer的成功给予了业界一个积极的信号 即人们仍然渴望影院观影的体验 这种体验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Cineplex的电影高级副总裁Robert Kaisins 强调了影院体验的重要性 认为Barbie和Openheimer展示了不同的影院观影价值 Barbie强调了社区和集体观看的乐趣 而Openheimer则通过IMAX 放映展示了格式的重要性和力量 这种高质量的影院观影体验 吸引了来自美国的观众越过边境来观看 虽然Barbie强调无法提供制造类似文化现象的具体指导 但它确实提供了吸引观众回归影院的见解 在后疫情时代 影院体验需要重新定义和振兴 特别是当福布斯预测2021年影院将成为立即市场时 这次现象展示了原创和发人深省的电影 可以共存并吸引观众到影院的潜力 最后Barbie强调让人们思考后 疫情时代的影院经验应该是什么 这对于影院的生存至关重要 Cineplex在纪念这一文化现象时 将Barbie和Oppenheimer重新放回影院 让观众再次体验这两部电影 并帮助人们记住他们的意义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影院体验的深思 希望这样的现象能够激发更多原创 和引人入胜的电影出现在大荧幕上 继续吸引观众回归影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